水餃放入油鍋炸 口感鮮美是常見家常菜 還有隨處可見 路邊賣的烤箱腸 也有很多民眾來買 但你確定 這些豬肉加工品 餐地真的都是台灣嗎 標示上寫台灣的 會不會擔心裡面有混到 當然會的 一定會 當然會 擔心 還是希望買到本土的豬肉 是比較好的 那我覺得會不會混到 我覺得會一定的 這個是共文的標示 拿出進貨食材包裝袋 業者卸上產地台灣 但若真有混沖美豬 市場攤販也很難辨認 客人出得很信用就好 那如果萬一真的有混到 你會看得出來嗎 看不出來 誰都看不出來 就有豬肉攤老闆質疑 若不肖業者 把少量美國豬肉 混入台灣豬肉 再做成香腸 熱狗 貢丸等 加工食品 最後貼上台灣產地標籤 販售給消費者 攤商根本看不出來 抽驗也很困難 退冰以後 可以去攪拌 我們怎麼知道說 那種東西到底是 進口還是問題 政府下令餐廳業者 散裝包裝食品 都要貼上標示 或掛上豬肉來源告示牌 包括供完香腸等 加工食品 都要附上產地來源 未標示或標示不實 或是被驗出殘留量超標 寄出最高兩億元重罰 來源證明都有 還有屠宰證明都有 去標示 這樣成本會加高不行 加工散裝食品 加裝標示成本由業者自行吸收 煮熟的肉製品 也很難追查來源 美豬進口前相關配套 可得再更周全 記者彭智華洋相遇台北採訪報導